在新的一年当中 我们首先推出了 家乡的宝藏 受欢迎 对 每个人的家乡 都有不为人知的宝藏 这个承载的一个地方的认同感 和自豪感 也体现了这个地方 跟其他地方 不尽相同的一些优势和特点 你如果推荐你们家乡的宝藏 你要推荐什么 那就是你嘛 对不对 对 我就是我们家乡 最大的宝藏了 是那个中共一大会址 哎呦 上海博物馆 上海博物馆 外滩 啊 太好了 那一博呢 洛阳大家都知道 牡丹花嘛 龙门石窟 哎呦 洛阳水席 北京 多嘛 故宫 然后长城 然后对于我来说 那个宝藏 是北京那个早点 因为我小时候 每回早上起来 吃那个早点的时候 我都感觉 这一天都特别温暖 长大了之后 最爱吃的还是什么早点 早点 对 只要吃了早点 感觉这一天都特别舒服 不管几点吃啊 对 那长沙吃的有米粉 哎呦 橘子舟头 哎呦 万山红遍 千年学府 月露书月 哦 哦 那都是我们长沙的宝藏 葬 对 上一季 冰镜上的宝藏已经播出之后 哎呦 好评如潮 口碑炸裂了 是 选起了全民的热议啊 是 不信你看 蝉联了我们暑期的收视冠军 收视率很高 收视率非常非常的高 嗯 很多观众强烈要求再做一季 是 而且很多明星朋友啊 特别愿意的来 导演组金格严格的衰险啊 嗯 然后从中选取了三位高配玩家 哎呦 真实身份 查他的背景 我是萨摩多罗 这么诡异的案子 我如果不出一笔之力的话 怕你们我不转 我下轮了 交给我吧 我不会让他跑了 费派 Ranger delayed 进了 混音 出去 是的 对 对 你的 对 了 有 葩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